作为全球首展的展览必须有国际级的分量 所以上一堂课我们讲的第一个单元 第二个单元 这一堂课我们要上的是第三个单元 在整个展览的区域里面总共有16个区域 第三个单元从第9个区域到第16个区域都属于第三个单元 它的内容分量非常的重 也是这一次展览非常精彩的地方 这个部分叫做海上佛教地图 也是这一次透过新媒体能够把海上佛教地图呈现 我们想到地图都会想到一张纸 那一张纸上可能是全世界的地图 或者是一颗球 球上有全世界的一个地图 但是如何透过新媒体 把这个地图变成立体化 视觉化以及沉浸式的环绕 就在我们的眼前 如同我们坐的船经历了这一些的地方 所以我们首先要来谈一谈这是用什么样的科技 什么样的新媒体 什么样的数位多媒体能够把它呈现下来 我想南海泽教授为了拍这一些的影片 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所以他所用的部分是3D的一个全景录影 包含3D的一个现场收音 大家知道3D在佛陀建馆十年前就已经做了 师傅做了一个4D的电影院 3D的机器我们在画面上可以看到两个镜头 一个是左眼 一个是右眼 当时候佛馆开馆的时候 在4D剧院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要戴上眼镜 但是过了10年科技有没有更加的进步 当然科技那是一日千里 非常快速的转化 所以当我们进到了海上佛教地图的时候 进到这第9个区域全景的部分 我们事实上是不需要戴任何眼镜 除此之外我们大概都知道 怎么样非常精准的到达那个国家 以及在拍摄的7个国家里面 非常精准的一个地理位置 所以就用了地理信息的GIS的一个软体检测 这个地理信息GIS 在之前是用在军方 军方测量了整个地形地貌 以及方位 自从有了Google 那有了那个开车的时候 有了GPS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定位跟导航 但是呢 透过宗教景观的田园调查 这个设备呢 叫做GIS的软体测试 那就精准的将位置呢 会测出来 除此之外呢 那也用了非常高解析度的底片 还不是数位的 是收购了当时候沙拉教授呢 跟连卡舌教授呢 就写了信 那到了日本呢 把所有的富士的底片呢 那全部买了 那底片拍完之后呢 才改用数位的部分 那我们进到展场里面 看到全新的地图的体验 大概是十亿画素 我们现在讲超8K 那我想十亿画素呢 不晓得是8K的数百倍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解析度呢 会让你 犹如呢 走入了一个现场 所以透过这样的摄影测量呢 以及呢 这样的素材 那我们得以呢 将世界文化遗产 非常多的佛教海线丝绸之物的 每一个地方 每个景点 加以呢 测量 保存 加以研究 之后呢 变成这次的展览 所以我们在画面上呢 所看到的 佛教海线地图呢 那有透过印度的考古局的局长 那以及呢 我们这一次呢 一起的技术策展人 莎拉教授 跟邵志飞教授 那跑遍了整个七个国家 七个国家呢 我们会发现呢 全部呢 在集中在沿海的地方 尤其是海港 也就是呢 我们从这样子的测绘地图的摄影里面 发现呢 越接近海港的遗址越多 越距离海港跟驿站越远的 佛教圣地呢 乃至遗址呢 就非常的少 那这个七个国家 也就是我们在整个展厅里面 360度的剧场 那可以看到的七个国家 分别是印度 斯里兰卡 缅甸 柬埔寨 在泰国 中国 以及印尼 到了印度呢 我们不得不谈到呢 就是全世界最古老的佛塔 大家可能都知道 佛光山曾经办过佛陀的真身舍利 从法门寺迎来 那到底呢 佛陀涅槃之后 八王分设立 目前佛陀的设立 最精准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呢 那就要谈到呢 在整个摄影里面呢 那首先拍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地方叫桑崎大塔 桑崎大塔呢 是在印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最古老的佛塔 它是阿异王时期所盖的 分别有桑崎一号塔 桑崎二号塔 以及桑崎三号塔 一号塔呢 放的是佛陀的真身舍利 二号塔三号塔 分别放了十大弟子 这可是阿异王 国王呢 将佛陀的设立呢 用了一个最传统 而且保存佛教文化 以及最古老的一个佛塔 这个佛塔呢 像一个附波式的 我们称为史都堡 那史都堡呢 翻译的部分呢 就是复波 后来呢 翻到中国呢 就变成佛陀 或者是变成佛塔 所以佛塔呢 就变成佛教的寺院的一个代表 佛陀经验馆 也有一个这么大量的 大型的一个佛塔 那佛陀经验馆 不只有中间的本馆的一个主塔 那旁边呢 还有八座小塔 我们称为塔群 在印度的时候呢 在这样子的桑极大塔 里面是泥土 夯起来 所堆砌出来的 外面呢 柴是呢 石头所砌起来的 上面有塔叉 分别有三圈的项轮呢 象征的佛法 身三宝 那这样的桑极大塔 是考古界呢 非常重视的一个 佛教的一个 最古老的一个佛塔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 桑极大塔呢 演变全世界的佛塔 包含传到了整个佛教海线事录 都以这个桑极大塔为底本的来建造 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大英图书馆 那去做交流的时候 之后呢 到了大英博物馆 那在大英博物馆里面呢 我看到当时候的八国联军 那前进印度的时候 当时候将阿玛拉瓦提佛塔 整座佛塔拆卸 包含塔门 包含城墙 包含篮巡 包含佛塔的主体 那阿玛拉瓦提佛塔呢 在印度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佛教非常鼎盛的一个地方 那所盖的一个佛塔 当时候呢 一到了大英博物馆的时候 旁边有一台电视 电视呢 就把这个佛塔呢 还原现场 它是怎么盖的 怎么组成的 在你眼前所看到的这一片 是它的一个塔的 一个塔门 那它的位置 以及它的高度 是多大 当时候我就心里想 如果佛陀经验馆 能够也有一座古塔 能够搬来佛馆 变成正馆之宝就好了 但是当我走到 这360度的 佛教海线地图全景的视觉里 我呢 心里面非常的震撼 因为我看到了 搬过来佛陀经验馆的 不只是商榭大塔 分别呢 还搬了阿江塔石窟 世界文化遗产 分别呢 还搬了斯里兰卡的 五位山佛塔 而且包含印尼的 婆罗浮屠 那佛塔 以及呢 泰国的 树可泰的一个大城 那包含柬埔寨的 五科窟的 考古公园 那这些呢 全部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在透过新媒体的部分呢 我们很快速的 佛陀经验馆的展示的平台上 有了七个国家 十四处的佛教圣地 当时候我问 南海泽教授一个问题 这些有没有公播权 以及是怎么样能够进到 世界文化遗产呢 来拍摄这些的东西 我想经过非常繁复的手续 以及呢 非常艰辛的拍摄 但是呢 此时此刻 你不需要花大量的钱跟时间 那去这些地方 你只要来到佛陀经验馆 进到佛教海线丝绸之路 的第三个单元 佛教海上地图 全景的体验区 你就可以全部看到这个部分 这世界文化遗产呢 是1992年呢 那武歌窟呢 遗址呢 被联合国列为 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文化遗产呢 通常有三种 一种是文化遗产 一种是自然遗产 一种是文化和自然 复合式的一个遗产 那武歌窟呢 有双重遗产的这个部分 那谈到武歌窟呢 就要谈到一位国王 这个国王非常的了不起 原本在当时候的柬埔寨呢 是信仰印度教 但是这个国王呢 名叫做舌叶拔摩七世 我们讲到舌叶拔摩七世 在法国呢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佛教艺术的博物馆 叫吉美博物馆 那当时候呢 法国曾经殖民柬埔寨 所以在1864年呢 他殖民柬埔寨的时候 大量呢 将武歌窟呢 的佛像城墙 乃至呢 所塑造的荣王呢 都搬回到博物馆里 在他们搬回的过程里面呢 其中呢 有一个不是菩萨像 也不是观音像 而是国王像 这个国王像呢 就是舌叶拔摩七世 同时呢 你会在展场里面 看到的很多佛像里面 有一尊呢 他也不是佛像 他事实上呢 就是当时候 舌叶拔摩七世 国王的一个雕像 这个雕像是花岗岩所铸造的 我们会看到呢 他铸造的材质的表面是石头 但是你走近一看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雕刻手法 你仿佛看到人身上的皮肤 以及骨架 那非常活生生的展示在你眼前 甚至360度的一个旋转 我想这就是新媒体的一个魅力 我们到博物馆里面去看的时候 还不见得可以呢 看正面以外 看侧面跟看背面 那我想这一次的新媒体里面 有很多的佛教雕塑 那是由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呈现 360度的高解析度的一个画面 呈现在你面前 当时候在讨论展示手法的时候呢 我非常害怕新媒体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设备损坏 比如说可能是荧幕坏掉了 或者是投影机的灯泡衰竭了 或者是停电 当每一区的部分呢 有投影机坏掉 你可能那一整区呢 就会黯然失色 而且故事的轴线也串联不起来 当时候我非常担心 所以我跟两个开始的教授 跟邵教授提到这个问题 他们告诉我说 就是要做一个 全世界没有人做过的新媒体 那什么叫做全世界 没有人做过的新媒体 就是在展示的博物馆的空间里面 这个佛教海线丝绸之物的展览 没有一件文物 那我心里面呢 还是非常的忐忑不安 因为我知道虚拟的影像 固然非常吸引现在年轻人 但是总是会遇到种种的无常 所以在里面呢 还是有一区呢 也就是佛光山的典藏文物 佛光山的典藏文物呢 我们就把整个 从第一单元到第二单元 如果大家还记得 曾经谈过佛教海线丝绸之路呢 那所带来的僧人 所带来的路线 有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 以及南传佛教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呢 到底展示出有哪一些 代表汉传的 代表藏传的 代表南传 我觉得在这里呢 还是要讲一下大师 就是我们的师父 他非常的了不起 他觉得佛教文化 可以度化人 也同时呢 可以透过造像 佛教造像的比较 让人家知道 原来这尊是观世音菩萨 他在汉传的时候 的造像长得是这样 但是在透过海线之后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汉传的德化白池 的观世音菩萨 跟斯里兰卡的自在观音 的铜像呢 的照像呢 有非常大的不一样 我想从照像 学里面呢 我们会看到 照像风格的演变 是整个照像文化 跟地区呢 来比较最大的一个特点 所以在展场里面 大家也可以欣赏 这些全部都是由 师父非常用心良苦 所收集到的 一个佛教文化的内容 甚至大师呢 到了印度弘法 还非常用心的 将当地呢 出家人所用的 圣水的水壶 非常完整的保存 然后把它带回来 佛光山 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 当时候 释迦牟尼佛 在印度呢 所用的波的材质 我们在现场呢 也有考古挖掘的泥土 然后把它烧制的一个碗 那当时候 佛陀所用的波 跟当时候的 土地所烧制的碗 我们也带到了现场 我们到了 海上佛教地图 全景思学体验 360度环形的剧场 你只要坐在里面呢 你好像搭了船 去了七个国家 那这个是一个 非常实体的感受 的一个体验 那我们在整个 七个国家里面呢 有非常多的世界文化遗产 乃至佛教的一个遗址 那我在设计讨论的过程里面 要求少教授呢 一定要来拍佛光山 我们都知道 师父呢 将佛光山的大雄宝殿 跟佛陀经验馆的本馆的大塔 都建造的非常的庄严 我常常在想 如果一个游客 他来到佛陀经验馆 但是他不知道 佛光山的大雄宝殿 这么的壮严 那就太可惜了 但是很多的游客 来到佛馆 偏偏他的时间 又是有限的 可能就只有一个小时 或两个小时 所以我们巧妙的 在这360度的剧场里面 不管你进来看到 八分钟结束的时候 我们都隐藏了 每一个片段 都有佛光山大雄宝殿 大雄宝殿的里面 透过360度的拍摄 跟现场的一个收音 乃至可视觉的 沉浸式的在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里面的庄严的佛像 以及犹如洞窟的 四万八千尊的佛刊 甚至还可以听到 正正的海潮音 我想这样的震撼 是为了再让所有来参观的人 告诉他们 你到了佛陀纪念馆之余 还有比这里更庄严的地方 你一定要到 总本山的 佛光山来看一下 我想这是我们在展览 我们在展览策划里面 那不断地将佛光山的文化 那新人大师人间佛教的思想 那放在整个展场里面的细节 我们进入了360度的剧场之后 出来呢 会有两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展示手法 当你走进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将你的身体 跟你的视觉 跟你的听觉 完整的包覆 这样的沉浸式的体验 要体验 佛教海线丝绸之路的两件事 那两件事呢 第一件事呢 就要谈到 在整个佛教海线丝绸之路 所看到的建筑 也就是石窟 我想石窟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佛教绵缘流传 能够承载的信仰 以及让大家能够观理 佛陀圣像跟修持 静下来的一个体验 的一个特殊的 一个造型的建筑物 那称为石窟 在印度呢 都将佛式呢 那衣衫而造 甚至呢 在石窟边呢 就是山边呢 就开造出这些洞窟 那当然最有名的部分呢 就是阿疆塔石窟 那在阿疆塔石窟呢 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它不只是佛教的 它还有印度教 还有其他的宗教 那阿疆塔石窟呢 它开造的时代 在五世纪到六世纪 我们首先 看到进去之后呢 这个半球形的石窟呢 可以旋转 它为什么要旋转 因为它是三百六十度 让你看到 你原没有到那个地方去 但是让你看到 你如何走进去正门 然后三百六十度的旋转 到一百八十度的中间的佛塔 然后看到整个环境 那这个石窟里面呢 大家非常仔细看到呢 我们就以阿疆塔第一窟为例 那它有露天的庭院 也就是你门走进去的时候 它在上方呢 开着了一个洞 将阳光灑下来 所以它有门廊 以及大厅 过厅 以及到最核心的佛看的位置 它整个门廊呢 将近十九点五公尺 高呢 四点一公尺 四点一公尺有多高呢 我们现在佛学院的教室呢 有的是四米 有的是五米 那每个办公室呢 大概都是四米 加上天花板 以下呢 大概是三米 所以呢 它就像一个佛馆的八塔的 基座的塔里面的高度 那它的身呢 是二点八二的一个公尺 那四周呢 有列柱呢 二十根 所以我们在画面上呢 可以看到这二十根列柱呢 那形成四面的回廊 回廊呢 的宽呢 长达二点九公尺 大家 听到这二点九公尺 可不要听过去 就觉得二点九公尺 大家可能不晓得一个秘密 现在是在建 浦光山大雄宝殿的 东西廊道 就将近二点九 在建佛陀经验馆的 风雨走廊的廊道 那它大过于二点九 所以事实上 阿将他一哭呢 是非常非常的大了 那这样子的大厅呢 山面呢 从正门走过来 乘马提醒的山面呢 它有十四间的小室 那走进去之后呢 在最中间里面呢 所供奉的佛堪 就是洞窟里面的佛塔 这个佛塔呢 我们称为佛堪 如果大家还记得 佛黄山的大雄宝殿 也有个佛堪 大师呢 把佛堪呢 那做出来 变成立体长方形的 让佛教有一个深度 如果大家还记得 来到佛陀经验馆的 普陀洛茄山观音殿 也是有个佛堪 也是凹进去的 所以不管是突出来 或凹进去的 这一个的部分 在古代佛教的石窟里面 都是一个晋升 让佛教有深远 神圣性的一个表现形式 阿将塔石窟呢 是世界文化遗产 里面最重要的 除了有雕塑 那还有壁画 八大艺术之母呢 就是建筑 所以在整个石窟里面呢 建筑呢 是非常可看性的 但是除了建筑里面 看到建筑的形式 跟配置以外 我们走进去呢 应该眼睛怎么看 所以呢 就是要看到 里面的雕塑跟壁画 在阿将塔石窟的 第一窟里面 它非常非常的珍贵 它珍贵的 除了它的建筑以外 就是它的壁画 它的壁画里面呢 保存的非常的好 那有在每一次出现在 佛教艺术史上都要弹的 研花手观音 跟金刚手菩萨像 可以堪称呢 是佛教艺术史上壁画的 最著名的一个杰作 除此之外呢 它还有 施皮王本身故事图 以及呢 霞摩成道图 另外我们看到 天花板上的 称为枣景 天花枣景呢 布满了装饰的图案 除了象征 佛教清净的莲花以外 还有花草 蔬果 神兽的形象 它构图非常的紧密 色彩非常的缤纷 我们看到这样子 这么丰富的造像 跟这么雄伟的建筑 跟这么精致的壁画 如果不是皇家 或者是有钱的商人 以及呢 信徒群的供养 恐怕还没有办法 打造出这么庄严的寺庙 阿江塔石窟 同时呢 在这个半球形的 沉浸式的石窟里面呢 我们要再谈一个 阿江塔石窟 在上一集有讲到无相时期 到佛陀露灭之后 大家不敢将佛陀的圣像 能够把它雕塑出来 怕对佛陀不敬 所以呢 一直在这个时期 以金刚座 以及莲花 或者是菩提树 或者是佛祖印 来象征 这些时期呢 称为无相时期 阿江塔石窟呢 开早的年代非常的长 所以在五世纪半叶呢 那我们会看到 阿江塔第十九窟 里面你会看到 走进这个洞窟呢 你会发现 非常非常的豪华 它豪华的部分呢 它是一个肢提窟 它平面呢 乘马提醒的 那它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它的佛塔 上面开始出现 一个立像 这个立像呢 就是呢 释迦摩尼佛的一个照相 之前呢 的佛塔 建塔如建佛的礼拜 的无相时期 开始出现了 一个有相的一个时期 那这个肢提窟呢 的佛塔呢 非常特别的是 它的塔叉 我们称为 这个佛塔 在印度称为翠祖波 这个塔叉的平头 跟闪盖呢 变得非常高大 而且高举到天花板 我们称为藻井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的两侧呢 我们会看到 它是石柱 那石柱上呢 是圆形的 圆形的石柱 下面呢 那它非常突出的 那刻着 供养人的名字 那整个雕像呢 裸裂在石柱里面 更特别的是 如果大家有去过大佛城 我们走进去 会看到 天 以及两侧 都有非常多的佛看 一看一看的佛像 在阿迦塔第十九窟的外壁呢 跟庭院两侧 有大量的浮雕的装饰 那比阿迦塔前期的石窟呢 更为精致 它除了佛像以外呢 还雕塑有大量的天神 或者是龙王 以及龙妃 那以及药茶 在阿迦塔石窟里面 最令人瞩目 雕刻呢 常常被拿来 作为佛教艺术雕塑 那常常提到的 那就是门口的两尊药叉像 我们看到药叉像呢 阿罗多姿 那它的整个雕塑的水平呢 也非常的高 我们看到它非常生动的一个肢体 以及脸上的一个表情 我想我们看到这样子的影像 如果你觉得它跑得太快 你想要再重复看 或者是回去看 或者是你觉得这个石窟 你不感兴趣 你想要看下一个 在展场里面呢 的一个平台上 有一颗半球形的球 你只要滑动它 你可以控制它的速度 甚至你往右键往左键 你就可以看到下一个石窟 或者是回到上一个石窟 所以在展场的部分呢 我们设计了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那同时一个人操作 旁边站两个人或站三个人 它一样是沉浸式的 我们刚才看到的石窟呢 是影像特别的强大 而且包护性的沉浸式呢 非常的强大 但是呢 在佛教海线丝绸之路 不可以不谈的 那就是佛教的仪式 所以我们紧接的看到 另外一个半球形的展示手法 那里面谈的就是仪轨跟庆典 我们通常庆祝 释迦摩尼佛的部分 那当然就是会谈到早晚课颂 或者是佛诞节 或者是佛涅槃 入涅的时候的一个部分 所以佛涅槃 大家可能会去思考到 那入涅的部分的仪式 到底是什么 所以在这个影片里面呢 我们呈现的是 印度居士纳罗城 也就是佛涅槃处 那我们如果去朝圣的时候呢 会看到 居士纳罗城的佛涅槃处呢 有一尊非常大的一个卧佛 这个卧佛呢 当佛教徒去朝圣的时候 除了礼拜以外 可以用什么样的仪式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也透过这样子 沉浸式的手法 跟仪式呢 把它呈现出来 所以你会看到一群人呢 拿了一个非常大件的布 这个布呢 可不是一般的布 这个布呢 是袈裟 那大家呢 从第一个 排到二三十个 那顺序的走进去 这个佛塔里面 看到这一尊握佛像 然后呢 就又绕佛像一圈 那慢慢的呢 顺着姿势 将夹衫呢 覆盖在佛的身上 我想这样的一个仪式呢 是对佛陀的缅怀 以及对佛陀的恭敬 还有供养 那在这样的仪式 跟庆典里面 所以可以看得到 看到了印度 那不得不 谈到佛教海线的 南传佛教 我们看到 常常到 泰国的佛寺里面去 包含佛光山 在泰国 也有泰华寺 跟泰国曼谷文教中心 那这个是汉传佛教 但是每次到泰国去呢 那免不了 会到泰国的佛寺去 他们的诵经 以及他们的仪式 有时候我们又不好意思问 我不好意思在那边一起跟他们做功课 所以呢在里面呢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泰国树立 他女呢 玉佛塔的僧人在里面诵经 所以在这整个展示手法里面 你会听到诵经的声音 以及他们如何供佛 如何礼拜 如何做功课 那你可以近距离 非常自在的观赏 除了印度泰国以外 那当然就要谈到中国 中国沿海 也是佛教海线 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 除了菩提达摩上岸的广州 以及呢 法显大师上岸的山东 现在的青岛 那古代的劳山 这一些呢 都是佛教海线的沿海地方 不得不谈的就是灵坡 灵坡呢 是普陀山的非常重要的一站 所以灵坡里面呢 有非常重要的中国的 非常古老的寺庙 叫天同寺 天同寺的僧人 怎么做早晚课 我想我们每次 即便是同样是汉传佛教 但是到了中国大陆去 跟他们做早晚课 我们可能也不是这么的适应 但是在这个展场里面 你可以看到天同寺的大和尚 以及维挪师傅 以及所有的人 站在整个大雄宝殿里面 那做早晚课的一个情况 以及他们诵经的一个声音 我想在这里面也可以体验到 但是福光山 事实上它不是佛教海线 红船的其中一站 但是总觉得来到了展场 应该要宣传福光山的佛教文化 而且应该宣传人间佛教 所以我们在整个策展的过程中 要求了邵志飞教授 在2019年的新春期间 来到福光山 希望他能够拍佛教的庆典 也就是福光山最大型的 福光山平安灯法会 所以在这个里面也可以看到福光山平安灯法会 大众在大雄宝殿外面的 以佛祈愿的一个场景 我们也将它设计在这个展场里面 看得非常精彩的360度的环境 以及半球形的两个石窟跟仪式的一个沉浸式的展览 那非常特殊的是在博物馆里面 大部分橱窗里面放的是一尊一尊的佛像 但是这次的佛教海线新媒体的艺术特展 可不是在橱窗里面一尊一尊的佛像 而是有两台电视影品拼接变成一台 那把它呈现 在展场里面总共有十台的影品 那正反两面 当你走进这样子的电视影品的时候 你会非常的震撼 因为你看到的不是平面的 你看到的是立体 那这到底是怎么拍的 这是用光度立体技术 将文物建构虚拟的3D模型所拍摄 那这样子的手法叫做数位典藏 分别慢慢的运用在博物馆的展示里面 因为很多的佛像非常的珍贵 事实上是搬不来的 那同时我们也呈现在九世纪斯里兰卡的 观世音菩萨的照相 这是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的国宝 那是由十星的同所铸造的一个照相 那甚至呢 里面全部的佛像或观音像 其中只有一尊 它不是佛像 它是一个国王 也就是刚才所谈到的 蛇叶伐魔七世国王的一个雕像 第二个部分 我们可以完整的透过360度的旋转 看到它非常细致的夹杀的造型 不管是偏袒右肩或者是薄衣贴体的夹杀 或者是通剑式的夹杀 我们在这整个的银屏上呢 可以看到这么精美的佛像 每一台电视的两面 那会出现五个五个 所以五台电视呢 有二十几尊以上的佛像 不断的轮流的轮播 我想是 以这么小的空间 可以展示这么大量的佛教雕塑 这样子就是新媒体 在当代运用非常简便 而且非常可看性的一个展示手法 我们在佛教雕塑艺术里面呢 常常会看到一尊呢 很具代表性的摩托罗的造像 这一尊摩托罗的造像呢 名称叫释迦摩尼佛初转轮像 那是在五世纪的时候所雕塑的 现在存于印度的陆影院博物馆里面 我们看到这一尊释迦摩尼佛初转轮像 它的首印呢 是说法印 那它的坐像呢 是皆家福座 那坐在金刚座上 后面呢 有头光跟举身光 头光的部分呢 我们在头光的上方会看到两个飞天 那就象征的佛陀说法 飞天呢 非常的欢喜 所以福光山的菩提路 菩提二路的路灯上都是飞天 也象征着福光山 整个山头都是常常围绕的 法音宣流的一个部分 那这样的部分呢 都是佛教艺术文化里面 非常珍贵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尊释迦摩尼佛初转轮像 的颜色是有一点红色的 我们雕刻佛像都是就地取材 如果到山东 那取得山东泰山的石头 那可能就是山东的岩石所雕塑的 如果在河北取杨 取得就是汉白玉的石头 我们在印度呢 的摩吐罗的这个地方 它的石头都是红色的 所以就地取材所刻出来的一个佛像 它的材质上面的材料就是红色的 所以我们在判别佛像的区域的时候 材料的来源往往是我们鉴定非常重要的一环 现在的展览呢 的展示手法有很多 除了沉浸式AR或者是可互动 那我想互动性呢是所有的观众朋友里面最喜欢的 所以我们在博物馆看观众行为里面 发现只要有互动的不管是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 不曉得大家还记得开馆的时候 然后在佛陀的一生里面 那里面的互动包含看电影的时候会撒下的菩提叶 或者是风动 那这些呢都是跟观众呢产生互动的部分 都是师父非常强调的 所以在整个展场的设计的过程里面 不断的跟邵教授跟兰喀舌教授以及沙拉教授讨论的 就是里面有多少要让观众互动的 那紧接着其中的一站 就是寻访印度到中国沿途的民事舞叉 我们能不能透过手呢走动 然后可以经过印度 那在银瓶上看到印度的寺庙 接着再往前两三步看到斯伊兰卡 再往前推动呢 在银瓶上呢看到缅甸 印尼 泰国 柬埔寨 中国 我这样子走过一段路呢 我经过了七个国家 看到了数十个寺庙 那也看到了寺庙从大乘佛教到南传佛教的建筑的形制 跟现在最有名的民事古叉 所以我想在展场里面这样子的沿走 印度到中国的佛式的一个部分是互动式的 不晓得大家在体验上的感觉清楚了 看到整个佛式的一个寻影 我们讲展览从典长研究教育展示 最终呢要让观众留下的 那就是非常重要的体验的可互动式 所以在整个展场里面呢 除了360度沉浸式的体验 半球形自己可互动式的 以及走访印度到中国的寺庙以外 出来我们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交易推广项目 交易推广的一个活动最主要是让观众带走 或者是让观众呢 在回味展场里面深刻的一个印象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特别呢设计两个 一个是每一个人都有手机 大家的手机呢 在展场的外面的地板上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佛教圣地360度的地图 当你的手去扫到台湾佛光山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大雄宝殿 乃至看到佛陀建馆的普陀洛杰山观音殿 你就可以把这个带走 那你的身体跟着晃动的时候呢 你就刚好虚拟实境 你以为你已经走到了佛光山的 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印度斯里兰卡 缅甸泰国 爪哇 中国大陆呢 这一些民事呢 古叉跟世界佛教遗产呢 我们都放在这样的交易推广上 第二个佛教海线丝绸之路 你不能不来体会一下海线 所以呢 在里面可能你会觉得有头晕的感觉 因为里面是沉浸式的水蓝色的 让我们走进了海域 同时呢 所有的新媒体 也有让我们这样的感觉 但是呢 我们如何呢 能够唤起更多的回忆 大家还记得小时候曾经折过船吗 那透过简单的折子的船 能够串起来 那或者是放在水里面能够游 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做的 亲子教育的一个推广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折折看 那这个可以带走 甚至呢 也可以在现场呢 把它挂起来 变成一个大型的装置艺术 我想展览的最后呢 在疫情期间呢 佛特经验馆运用大量的科技 也运用大量的素材 那与时俱进的最终的目的 就是为了推广佛教文化 就是为了人间佛教的一个实践 最后呢 要跟大家来讲的就是线上 我们跟中研院合作 将这样的展览呢 放到佛特经验馆 官网以外的线上 大家可以在里面体会 那甚至可以再回想 我所讲的课程的内容 希望这样的佛教海线丝绸之路 是佛特经验馆 延续佛教文化 以及信念大师 如何透过佛教的陆路 以及海路 将佛教文化 从佛光山传播到五大洲 在整个展览的结语 就是信念大师 如何透过这样的佛教文化 将佛塔以及佛像 非常完美的结合 在佛陀经验馆 保存佛教的一个文化 立体的一个呈现 甚至呢 将佛法传到五大洲 我想也透过这样的展览 希望人间佛教的弘扬 的新方式 的新媒体 大家会喜欢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